有什么事的话 一定告诉我 一定偷着告诉我 有什么事的话告诉我 或者说告诉小柳 你知道吗 所以说这个 这等会我撑腰呢 这是说话 也是 这叫什么样的 叫狗杂人是吧 这是什么 是有点那种感觉 就是说 说句不好听的话 你知道吗 这个留着 留着电话 接过来了以后 说他是阳性 你说我是说他什么好 我记得明明白白 我跟大家说 我千万都在小区坐 咱千万别在小区坐 他们现在都造假 你明白吗 方舱医院介绍一个人进去 讲的三千五 方舱医院好多 又建立了好多方舱医院 然后这方舱医院 都没有住哪 就想着让大家都进去 你知道吗 你们谁进去 我弟弟那位老师 咱们现在公司不是 实际上核酸机构吗 是核酸检测中心 明天早上 知灵去送馆去 没有做核酸的 一会儿到达这 赶紧做了核酸 然后这个核酸是什么呀 核酸现在是最费 是我自己自费 花钱给你们做啊 我就怕你知道吗 那什么有事 怕那个那什么 给你那个那 拉走了 我现在自己掏钱 花这个做这个 所以说大家 你知道吗 做核酸的话 一定在这 每天我会给你做核酸 每天做核酸 做了核酸再去上班 省得麻烦的居民就说 你有核酸这个名吗 你这一户你还六七天了 那什么呢 咱们行没问题 二十四小没问题 我来做 做完了以后 让他去 知灵 这个叫知灵 是我的助理 现在是 他说的话 就是我说的话 包括这个叫鹏城的 赵鹏城 他说的话 就是我说的话 让他们这两天 我太累了 我公主真的太累了 你知道吗 好多人给你发信息 发什么信息 天做个抗原 如果说 我告诉你们大家 告诉大家 不要说 如果说抗原有问题的 直接找我来 我不在 直接找助理 他会告诉你 你怎么做 如果说抗原有问题的 一定不要做核酸 一定不要做核酸 如果说想做核酸 我包括小柳 像杨一鸣 智林 包括他们 彭城 他们会告诉你 怎么做 让你那核酸就成了银性了 然后他们会弄 还有就是你知道吗 这个千万不要那什么 头疼脑热的这些人们 你知道吗 提前报